我們現在來到瀑布小鎮 這裡好美喔 右邊瀑布 左邊下面還有露營區 給大家看看這個露營區的聲況 大家好我們今天來到的是瀑布鎮 這個瀑布鎮在少女風的路上的半山腰 跟大家比較聽過的格林德瓦 它比較是一個對稱的狀況 然後在這裡的話它其實就是大家所知道 剛剛我提到的瀑布鎮 它其實被了77個瀑布所包圍 所以可以看到它整個就是完全不同的風景 就很像在峽谷裡面 然後整個這邊就放得輕微 坐在這裡的瑞士人也太幸福了 那我們繼續往前 我跟你說在這裡 你就算走路走個30分鐘 你也不會覺得很累 你會覺得跟走個10分鐘的路好像差不多 因為這裡的風景實在是太美了 那我們到時候還會去兩個比較有名的瀑布 這裡比較有名的瀑布 其實會有一個是冰河瀑布 所以一定會去 到時候再帶大家去看看 然後可以再看到這條路的前面 天下的聰明鳥叫聲 再搭配瀑布聲 然後你看這個陽光 灑在這個峽谷裡面 真的好美 現在要前往的是在這裡 有一個我覺得應該蠻值得一去的 小景點 它是由一個小農 它自己去設計的一個 vending machine 那個什麼 自動販賣機 那在那個自動販賣機 你可以買到它所產的商品 那只是說 它在的那個地點 相對在瀑布正 雖然它有一個主幹線上 都有公車 還算頻繁的經過 因為畢竟它這裡還是有幾個觀光景點 但因為它在比較屬於支線的地方 所以 你可能 即使搭車也都還要走個十二分鐘的路 但我相信應該會蠻值得的 我們現在就去看看吧 我們終於走到這個 vending machine 自動販賣機 對啊 有一些是空的 那它自己是賣的 它有做的是 有果醬 這看起來像飲料 肉乾 還有糖漿 然後還有起司 然後果乾 還有蛋 然後 一般的飲料 還有 這個是有加牛奶的水果牛奶 蘋果牛奶跟芒果牛奶 大概是這樣 現在來到那個fresh milk 這個也是很蜘蛛式的方式 然後就是 你如果沒有瓶子的話 就是需要從這裡買瓶子 它是可以裝1L對不對 一公升 一公升的 然後之後你就要自己投0.5塊錢的瑞士法郎 然後到這裡呢 它就有顯示 一公升的話1.5 你就把它投進去之後 把它就打開 換完熱妝 最後你就可以得到這樣 滿滿一瓶 感覺看起來很好喝 而且是冰的欸 什麼冰的 不是應該說它應該好像是冰的 是什麼話 我們先嘗試看看囉